好 一招一招 大家拿著之後 一招一招 一招一招 那有什麼好課 很好的保溫性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譬如說你去買壽司 就是很好 Ges� 麥州 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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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Helio Ges Ges 今天我們這個活動是我們配合林入籍 藍頭林館處配合這個活動 我們在100空九年到現在已經第四年 為了推特這個國產財 我們一直辦得很好 尤其我們社區現在也有一些 自己的產品也有金融 尤其我們社區未來會繼續推特這個行動 希望我們UK未來可以供接來社區 今天我們來辦理國產財DIY的一個活動 總共有兩提早上已經有一批的民眾體驗過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用這個國產財 尤其是用這個台灣山來製作一款便當盒 讓大家中午在體驗社區的風味餐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便當盒來盛裝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也介紹了這個台灣山的一些材料的一些性質啊 還有為什麼要利用我們的國產財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我們的國產財的使用率呢 可以逐步的來提升喔 那重點是在減碳的部分喔 在減碳因為過去台灣所使用的木材呢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仰賴進口 那進口材料呢 那因為要運輸啦等等啦 所以它在整個碳的排放量會增加很多 所以林務局呢在106年呢 有設立了一個國產財的元年喔 希望可以將國產財的使用率 可以慢慢的來提升喔 提升我們自己的材料自己來使用 那木材在生長的過程呢 它是可以儲存碳喔 可以做到除碳的功能喔 所以大力的在推廣我們的國產財喔 希望可以達到減碳的一個作用喔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除了大家可以體驗到國產財的一個味道喔 或是說它的一個加工細緻度等等呢 那也希望民眾呢 可以好好的來感受到國產財的魅力 那再往後呢 再選擇一些產品的時候 它可以以國產財為一個使用的一個對象 那提升我們國產財的使用率 今天的這個桃園裡的這個 跟著精油去旅行 它是一個三合一的一個郵城 那這個郵城裡面呢 其實包括我們保安寧的這個祕境一線天 那會由志工來引領這個參加的這個民眾 去這個一線天來體驗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國產財 那因為這個社區從三年前開始喔 參加林務局的社區林業計畫 接受一系列的國產財的一個環境教育 當然也包括他們的一個手工的這些工具的記憶的一個工項操作 那他們也利用這樣部分去結合這個國產財的 這個DIY的課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社區有營造一個 香草植物園區 那所以他利用這個 香草植物去提煉這個精油 來做這樣的一個體驗 包含這個防蚊液 還有這個手工皂這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因為他們 也希望去結合在地的這個食農教育 所以媽媽教室就跟這個在地的小農作配合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風味餐 來提供這個參加民眾中午的一個享用午餐 道來自賣偷 溢磊 我求Books流 我有聽清楚 貨客的教材 我就 Edit一個 genre 敢講嗎 用不 publishers去追劃 你就幹嘛知道 好 這一段時間 我們arias rieseng 好 沒聽到 他要再吵得對嗎 對嗎 好OK 再來第二個 這是什麼呢 哎 來來來 這是這個 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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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 這跟盧慧 掛錢做喔 你是他 不請啦 他說盧慧是對的 好